《國有堅持的洞悉天下》 各位 各有堅持的洞悉天下 今天我們請到立法會議員鄭榮淳先生 接受訪問 你好 我們在東京奧運會 是取得史無前例 這麼多的獎牌 東奧過一段落 接著傳來好消息 中央宣布大灣區可以承辦 2025年的全運會 你覺得香港現在如何去做好 面對這個挑戰 首先很開心接受李卓的訪問 今次東奧的成績 我個人很開心 全香港都很開心 其實特別是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 其實今次是一個很好的鼓舞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做運動 所以我一直看著比賽 看到港隊贏成績 很替他們高興 另一方面其實 因為我過去幾個月 就參加了體院 做了體院董事 早半年經常去體院開會 經常看到運動員的練習 鋪排 體院做了很多功夫 希望讓運動員 可以專心去練習 所以其實今次的成績 絕對實至名歸 不單止是自己運動員的努力 也是整個體育界 政府相關的配套 做足才是這樣的成績 所以大家現在都說 我們外面對外都說 即是我們不希望 只是說 每一次奧運會 今次好成績 大家拍下手掌 拍爛手掌 但拍完手掌之後 就像剛才李Sir說 怎樣走下一步 所以我自己過去 剛剛提倡了 叫做Sport Hong Kong 2030加的一個政策倡議 就有五十多個建議 當中不論是普及化 城市化 精英化 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以至怎樣可以做一些大型的運動會 比賽 怎樣培育我們精英運動員 其中仍然第一個好消息 也是我的其中一個窗戀 就是爭取2025年的全運會 亦都是成功了 特首宣佈了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永遠都是 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剛剛完了奧運 我們下一個目標 近近地 在香港搞到2025的全運會 配合大灣區整個比賽 我們就有很多相關的事情 就可以一次過一路一路去做 向著目標 向著標桿直走 向著我做運動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目標 是下一屆的全運會 但是我們除了去搞全運會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要在體育競技當中 獲得好的成績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體院方面 現在又有什麼鴻童大計 我覺得最少有三樣東西 其實體院或者政府 都應該要去做 第一其實已經正在做 就是體院大樓的擴建 因為其實之前 大家如果不知道 可能有些朋友都去過體院 就是以前的銀器 其實它的設施 其實都一路雖然有翻新 但是都舊的 其實相關的配套是不足夠的 體院很快就會去財委會 那裡就爭取擴建 那應該就問題不大 那希望就爭取到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都在講 因為做得太慢了 其實體院現在新的大樓 我自己覺得 未必能夠應付到未來的需要 其實應該現在這一刻 也都要想想下一輪 第二個工程的擴建 也都要想想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就是 一個比賽 很多相關的配套 運動的科學 運動的醫療 心理的戰術培養 心理的狀態 就是很多相關的專業化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 其實就是日後 應該在那幾年 五年的方向 怎樣是可以 培養更多的專業化的人 去幫忙這些運動員 去讓他們 更加有好的成績 這是第二 第三就是對於運動員本身 不只是講給錢的 即是不論他 在他讀書 即是進來做全職之前 在學習上面 怎樣可以幫到他 以至到他 如果做完了全職運動員 將會將近退役的時候 怎樣讓他 可能進去 他喜歡的 進去體育的 市場裏面做事 又或者他出去 讀書 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得好些 即是換句話說 體育 亦都要產業化 嗯 因為如果據我理解 即是 現在香港的體育署 主要泵錢進去的 就是政府 嗯 政府是每年 會有一筆相當大的 信物給你 但是其實 如果你拘捕 當然不是政府去拘捕 是不是 你看院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 你會拘捕其他商業的贊助 搞起它 這個是有著想的 而且 而且根本 體育本身 就是一個產業 除了你說強身健體之外 它也是一個商業價值很重 你講得對 我們可不可以好像這樣 找幾個 即是我們運動明星 我們真的這些是很出色的 加朗 這麼好 可以多些 有多些支持 宣傳給他 是整個行業的 我那天去看了一場 甲一的籃球賽 我看到其實 夾一個籃球隊 很多那些的籃球運動員 他真的付出 他全職打的 他亦都打得很好 他亦都 外表又好是正的 其實很大空間 都可以培養 這些籃球的明星 但是香港好像過去 很少 都是看外國的東西好些 那可不可以 扔一些東西 扔下來產業化 是本港產業化多一些 其實香港不是 搞不成一些 世界上知名的體育城市 香港最厲害 就是搞展覽 其實都是一樣東西 目的就是吸引可樂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產業 問題就是 你怎樣把一個商業的機構 再加入體育的元素 各大贊助 親人籃球再給予成功 是不是 渣打一年搞一次馬拉松 多厲害 是不是 其實我們一樣 是可以做出來 香港賽馬 國際騎士邀請杯 多厲害 全世界都薄 其實不是沒有 是有的 問題就是 是不是政府現在欠缺了一件事 其實是不是夠呢 是不是應該將它的層次 再提升一些多 現在要撤來一些新的政策局 是不是 體育 是不是應該 作為某些新的政策局 裡面 它主力負責一個範疇呢 來到去有計劃 有步驟去推進 如果有一個局 專門去跟進體育 我自己覺得是有通姦學前的 現在很多坊間就會說 把文化體育旅遊放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方法 因為 文化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空間做 我自己在西九龍的立法會園 西九文化區 就很快了 10月就有M加 然後又有故宮博物館 我們又希望很想 將大灣區 帶多些大灣區的市民 下來看 去西九文化區 或者看得體育園 這個文化和體育 其實是可以再結合 旅遊 是一聘過去去做的 好 非常多謝你 好 多謝你 同我們的觀眾 講這麼多 關於香港體育的前瞻 我們真的很希望 香港的下一代 能夠在體育事業方面 發揚光大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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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們今天的訪問就結束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